各位朋友,人民领量第三节 回来我们上两节就跟Jacqueline和Joe 讲了全国区议会这个奇怪现象 和这个平风楼的问题 也都给大家一些数字 所以欢迎各位 在这个将会兴建平风楼地区的朋友 居住的朋友 你将来买就是你自己的事 你不知在那里买 但是有些在附近住着很惨的嘛 你都可能未必知道 原来那个区域平风楼兴建的 譬如你住着奇德砖 原来你当区的民选区议员 是代表你欢迎了这个平风楼的兴建的 但是建的时候 你家里的老人家 到时已经变成老人家 空气的问题出现就影响到你 如果你觉得要做事的 就跟我们联络 我们一定会串联大家 在城规会的层次 会继续这个抗争 讲开这个规划 讲开这个平风楼的问题 很多平风楼是在西铁上盖的 铁路站上盖的 部分西铁和东铁都有 我们早前也都在荃湾区和杰克林 他们一起做了一个咨询 也都将会做有关荃湾到屯明铁路的问题 我们上一次做这个签文之后 Bobby就将我们的资料放在上网 有些朋友都有些意见和讨论的 有些屯明的居民就说 无需兴建 没理由你现在这个铁路已经霸权 你这个港铁已经一铁毒大 我没理由还让你继续兴建这个铁路 令到你那个垄断情况更加严重 还有这个西铁已经不是那么多人搭了 你再兴建的话就更加少人搭 我就很希望将这两个问题分开处理 这个铁路的霸权 这个是铁路的控制的问题 那和铁路的需求呢 是两个不同重次的问题来的 铁路是一个集体运输系统 是整体发展 就是所有地区必然的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工具 那就是支持铁路的兴建 和反对这个铁路霸权 这个港铁的霸权 就是可以是分开处理 那当然你一日有这个港铁 我们不满港铁 就有一百几亿利润情况之下 仍然加价我们一定继续抗争 但是不是表示铁路的兴建呢 是无需 因为这个架构可以透过立法去改变的嘛 如果然后有机会 这个民选议员主导立法会 直选议员主导立法会 一日有机会 这个特首有机会全民普选的话呢 可能有机会全面改变 这个铁路的条例 和港铁这个霸权的存在 那所以铁路的兴建 是交通策略的一部分 和那个铁路霸权呢 是这个就是分开去处理 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个交通需求问题了 那现在这个西铁 现时那个流量呢 比原本是低 是吧 但是不是表示呢 其他的铁路 没有这样的需要 那因为铁路呢 不可以条条铁路都好像全弯到中环 就是要饱和 必定要赚钱 铁路是为这个市民服务 那个的乘客量 不是一定要去到饱和呢 只是一个理想的 那总之就是集体运输系统 这个在这个减少这个空气污染来说 是重要的 对市民可以有到一个的可靠 的交通工具来说 也都是重要的 因为铁路一般来说呢 除非有意外情况出现呢 一般是最准时 和是最可靠的 也都较为舒适了 那我们建议荃湾到这个 屯门的铁路呢 其实这个是 也都是一个顾问研究 荃湾和屯门区议会 两个区议会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呢 都提出要兴建荃湾到这个 就是屯门的铁路 而政府呢 在这个九十年代呢 就决定兴建这个西铁呢 就由这个兆康站呢 就去到经这个元朗 翻转头呢 就落荃湾 但是我们一向都觉得呢 要沿途兴建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 你那样沿途兴建 会不会要填海啊 那这个就工程研究了 那你兴建铁路 你可以沿海去 填海形式做又可以 你可以经过那些山洞 经过那些山 爬山去又可以 好似你由元朗去到荃湾 都是经过那些山 就是穿过那些山去的 那我们看到那个荃湾到屯门那个铁路的计划呢 就是有几个站的 这个就是荃湾西站 接驳到屯门中 就是现在现时这个的荃湾 这个是屯门市中心 屯门市中心那个站 那去到三圣啊 去到这个扫管斧啊 去到这个青龙头啊 去到深井东 然后湾景丽城 然后到这个荃湾 那有些是已经是人口 很较为密集啦 有些呢是有这个发展潜质的 那希望这个铁路呢 可以发展 那Jacklyn就对荃湾很熟的啦 也都在深井住过一段期间 也都在荃湾大啦 十几年真的不是很多 那你都看到那个 就是铁路那个的需求 和没有铁路的情况啦 譬如我上班那样啦 当时我住深井啦 有时如果幸运呢 就不失车呢 半个小时就去到金钟 如果落荃湾 可能三个字就可以 那有时如果失车的话呢 或者突然间有意外呢 就可能要花多半个小时 或者更加长啦 看看那个交通意外 何时清理好 那还有如果有铁路的话呢 自己预期时间会方便点 还有快点啊那样东西 就是我们看回这个 整体那个发展呢 譬如很简单 你政府发展这个 将军我说马鞍山的时候呢 有埋铁路的 是吧 但是你这个屯门六十万人口 只有两个脱路站 就去到这个市中心 你这个的蝴蝶啊 胡锦啊 三姓那一辣呢 是没有铁路供应的 嗯 其实我们最早期建议呢 就将那个西铁呢 总站去到蝴蝶村的 其实最早的计划 只是去到兆康的 连市中心都不是的 是 那当时我们 我当时代表这个 新界 这个蓝的议员的时候呢 就和这个 当时的运输师 爆民 就是去 去争取 那最后我们成功 游说到政府呢 就伸延多一个站 这个我们一手一脚 爭回来的 但是我们都不会好像 有些无耻政党那样呢 整天说自己 哎 成功争取 那所以这个 这个 摄露站 由这个 兆康去到这个 屯门市呢 都是后期的改变 那所以铁路的发展呢 那现在政府呢 在这个现时整体的 铁路发展方面 包括在港岛 啊 早前已经决定呢 是动用数以百亿呢 就伸延这个 港岛线 啊 由这个的上环呢 去到坚尼地啊 去到这个 啊 啊 就是我们那个 数码港 那些豪宅区 也都去到这个 的港大 是吧 甚至另外有一条呢 去经跑马地 就去这个 这个香港仔 喂 有些沿途 都不是很多人居住的 是吧 但是港岛的居民 政府就直接资助 这个铁路的兴建 因为现在铁路的兴建呢 以前铁路的兴建 就是港铁自己的集资 跟着呢 有个的融资计划 借用什么都好 去做的 但是最近开始 兴建这个铁路呢 那个的财务安排 已经完全改变的了 比如港岛的铁路呢 这个的西营盘站 去到这个堅尼地啊 去到这个 就是 港大那边呢 所有这些铁路的兴建呢 是政府给钱兴建 港铁 负责设计 和监工 那么那个政府呢 也都要给回百分之十六的工程费 是港铁作为监工和统筹的费用的 那么兴建完之后呢 政府就将铁路呢 就和港铁有一个经营的协议 就会有个合约 港铁美勤明呢 就是负责管理铁路 但是实际上呢 政府用公帑 建好一条铁路 就送给港铁 可能三十年 是吧 但是港铁就会有个协议呢 就回这条铁路呢 港铁呢 每年呢 在那个票价那里呢 就要分回多少钱给政府 那三十年呢 这条铁路 基于那个的票价 有部分 这个的回赠 或者退回回给政府呢 就可以政府可以拿回它的成本 或者是投资这样 那所以那个铁路兴建 已经不是港铁给钱的 所以我想有些朋友呢 就说喂 这条铁路已经没人用了 你这样去 可能会导致到票价的增加等等 那这个当然 就是整体那个铁路的使用 当然会构成某方面的 开支的压力啦 那但是如果乘客 那个的票价呢 有一定的财政的来源呢 而你那个兴建成本 已经不是一个考虑因素呢 那对铁路的发展的影响呢 就是这个的 财政上的压力呢 相对地是没那么高的 还有铁路的票价 很多时候互相补贴的嘛 譬如你在新界这些巴士 就是譬如以前 政府批这个巴士呢 他肯批有三条赚钱线给你 肯要你的巴士公司呢 要承担一条赚本线的 因为你一条赚钱 那些偏远地区 没有人提供服务 是吧 所以以前的巴士服务呢 是整体投标的 譬如我20条线 你要做的就是20条线一起做 你就不可以选那15条赚钱线 那5条赚钱线不做 是吧 因为豪宅区又不是很多人住 政府就浪费过以百亿 提供铁路给你 我们这个新界的居民 就做这个的 真的好像这个的阿尔拉那样 边缘化 是吧 人家那些规划呢 政府文件写的 地铁的建议就是 每5万到8万人 一个地区就要有个铁路站 每5万到8万人 胡蝶湾都不止5万至8万人 为什么我们没有铁路站呢 你说到的就是新鸟肉桂 在规划上 5万人可以有个铁路站的了 你现在看看新界地区 特别新界西 是吧 有哪些地区超过5万人住的 没有铁路站 我想有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争取这条铁路站呢 这条铁路线呢 不是说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利益 而是看到 咦 政府花了那么多钱 港铁动了那么多人力 这个资源 去做那么多的发展 为什么特别遗漏 就是一个人口那么密集 的屯门区呢 和这个青山公路沿线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提了这个建议了 当然这个建议 纯粹是两个区议会 和我们有些地区人士 和人民力量的朋友呢 就是希望可以见到 但是要游说政府接受 就算政府原则上接受 还要再做设计等等呢 就是随时都是 就是十年至二十年 就是至有一些成果都没顶 是吧 是 是 那啊 那啊 啊 我试过有一次经验呢 就是在海滨花园总站 那就有一辆车呢 就由海滨花园出黄角 那我同时间有一个朋友呢 就在海滨花园出荃灣地铁站 嗯 结果呢 我出到旺角打给他的时候 他还在塞车 嗯 那你看到内街的那个塞车 情况是多严重 那如果有铁路的话呢 那个时间就会准很多 而且最荒谬的呢 他这条屯门到荃灣的直线就很近的 但是他的铁路的收费呢 是计距离的 计车的行车距离 那所以屯门的人出去市区的票价 是特别贵的 是吧 就是你计距离呢 直线的距离呢 元朗去这个的荃灣呢 是这个的 远过屯门去这个荃灣的 但是你基于 就是我全部要经过元朗 要去荃灣呢 元朗的居民给铁路的车票是贵一些的 然后车程的时间又长一些 所以就是如果完成这个loop 这个整体的规划呢 那对那个交通的时间所需呢 是有所改善的 那所以就是这个规划呢 不是单单只是说深井荃灣 我想对三星啊 蝴蝶啊 和安定友爱啊 就是在屯门 就是北 屯门南居住的朋友呢 就是特别西南方面 就是居住的朋友呢 那个影响都很大了 就是政府就 就是政府就 就这个整体铁路 去做一个全面的研究 因为政府呢 过去那么多年都是的了 就是每十年左右呢 就会做一个全面的铁路研究 就是七十年代有 八十年代有 九十年代有 那到二千年就停了没做 那我们早前和政府谈完呢 就是啊 郑宇华呢 就接受我们的建议呢 就会再做一次 那这就是差不多十五六年后 才再做回了 那这一个 因为它的整体铁路研究呢 就看回 咦 现时的铁路的发展是怎样 咦 究竟整体 因为大家看到 香港那个城市发展呢 其实每十年变得很厉害的 那譬如过很多新市镇的发展 譬如张军澳和马安山的发展 都是基于这个城市规划的改变 这个铁路研究呢 都就回那个城市规划的改变呢 而作这个铁路的配合 那同样呢 隔了十多年了 那香港也都有新的规划 譬如股洞会发展 洪水桥会发展 启德也会发展 西九也会发展 那西九那条铁路呢 不是铁路研究 研究出来的 是政府高层阴点 要做 那就做了 是吧 所以这个有时候很有趣的 有时候政府高层要做 不用研究的 是吧 要做就做 我觉得是要记得一些居民 就是很多居民呢 就是进去屯門 都是做开荒牛的 是的 但是现在还是变成被违望的一团 那其实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大事 就是那些污租东西呢 铁厂 那个钢铁厂 就是那些煤灰湖 那些发电厂 都都去屯门西 是吧 过来我们这边 那些好的铁路那些呢 五至八万人 要有铁路站那些呢 屯门是没有份的 是吧 屯门六十万人口 只有两个铁路站 一个是市中心 一个是这个 就是小康 那些人说 你屯门元朗有轻铁嘛 是吧 但是你又进去那些人 那些轻铁 是吧 又慢啊 我以为是多 哇 早上呢 迫到爆上不了车的 就是我相信你 你住市区的人呢 不会见到这个场面的 我们稍后找Peter仔 进去元朗屯门 拍下那些轻铁站 那些擠迫的情况 那些抓铁鱼的情况 不要说上车 在里面有些人下不了车的 是吧 可以按一些种群 老人家青少年 上班一座家庭子女 就是全部 我想呢 都会对轻铁呢 是有很大的埋怨的 所以早几年呢 我在立法会呢 是数了轻铁七宗罪 是吧 包括又慢啊 又占用这个路面啊 又没有效率啊 那些人又上不了车啊 票价相对地又贵啊 是吧 现在基于和港铁 有些的合葬 和有些的税务減变呢 那些人不觉了 如果以短途行程来说呢 轻铁相对地是贵的 那就是 所以如果 这个 荃灣道 屯門的铁路 可以发展到呢 这个对居民来的有帮助了 当然我们很希望 发展这个铁路的同时呢 不要日后 又在这些铁路站上盖 又兴建屏风楼 是吧 自己说自己 真的 经常都是苦恕丹丹丹 真的是长盛的啊 到时真的 如果你沿途兴建的时候 真是 这个 第九个问题啊 第九个奇观啊 那我们都欢迎这个 地区的朋友给意见 那我们稍后 就把这个资料 再跟大家解释呢 希望过去 就是不赞成 或者是反对这个铁路的朋友呢 就是也可以继续给意见我们呢 咦 听完我们这个解释 是不是接受呢 是不是仍然都是觉得 这个是浪费公帑 是吧 那如果是浪费公帑的 是不是这个 香港仔细不应该起 是不是这个 港岛这个西沿线 去这个港大啊 去这个 坚离地城那些不应该起呢 那你都可以有个分析和研究 因为有时候看东西 只是看这部份 有它的观点 当你整体研究政策的时候呢 可能也都 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们人民力量的节目 都试了不同模式了 有时就请一些特别嘉宾 比如请石禮謙 来讲市区重建 他那次指责我们 就是我们这些是正棍呢 令到人民力量的观众 叹为观止 很惊讶 觉得有火花 有火花 那我们都请过一些团体人士 比如一些 就是商城镇 在香港居住的单亲 的妇女 讲讲他们的苦放 那这一集我们就很独特 去讲一些地区问题了 那我想我是尝试 试试试不同模式 请不同人士 就回各类的题目 就是去探讨一下 那也都看一下 以采用多元化的形式 这个My Radio 这一个节目呢 就和英文踩场又不是很同 是吧 就是这个网上最大的 我们的朋友 那些的节目 是有些不同 那这些专题探讨呢 就是希望可以教我们 深入一些 和这个全面一些呢 可以分享到 我们所掌握的一些的资料 和我自己一些的看法 那如果就是 人民力量的朋友 的观众和听众呢 有些题目有兴趣的 你都可以随时 有E-mail给我们 和我们可以提出 某些题目 那也都可以邀请其他的嘉宾 可以和大家分享下 之后关的问题 那今天很多谢 Jacqueline和 Joe 上来 或者我们多些 请这些嘉宾上来 大家可以分享下 各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